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书的董董 关注我带你了解新鲜有趣的泰国哦 这期视频呢 董董想和大家来分享 大家来逛一逛 曼谷最有名的一个商场 Santral World 那大家来到泰国旅游的话呢 肯定会来打卡这样子 那现在 这样 嗯 曼谷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商场啊 怎么样了呢 没有了这样的游客的这样的支撑啊 他生意好不好 人流多不多 啊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呢 我现在在这个三车的门口啊 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中文字在这里啊 一个符啊什么的 他弄得还挺洋气的啊 看看有没有错别字 新年好 那个上面是什么 现在弄得越来越好了 没有什么错别字 以前经常会有些错别字什么的 哎 这是那个嘛 哎 我感觉它错别字 这一个 这个田应该在这里对吧 然后这个口应该在这里 是吗 错别字吧 哦 找到一个 好有意思哦 然后这边还挂起来这样的粉红色的灯笼啊 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今天的阳光特别的棒啊 路上也没什么人 因为随着这个 二次疫情啊 基本上就没有人了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刚进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边有一家布辞店啊 我们 来旅游都会来买的啊 那里面基本也没什么人 现在 这个布辞店在这个位置 就是那边轻轨进来 天桥走进来 进来第一家就能看见 地理位置特别好 我以前来都是人山人海的 现在 布辞店生意不好 但去城市还可以 因为泰国人 会去去城市 不会来布辞 刚走进来这边的话 就是 这样的一个空荡荡的场景 这个灯光如果打开的话 应该会比较漂亮哦 它这个布局真的很不错 就是这边可以上去 然后 这边可以下来 这样的一个布局 然后下面有电器 设计的还真的是挺巧妙的 我已经来到了这个 Sancho里面了 这个商场里面了 这个商场呢 非常的干净啊 是曼谷 非常有名的一个商场吧 那在埃空沈阳之前的话呢 这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旁边还有百利公这样子 那百利公呢 这比较贵一点 Sancho World呢 又稍微平价一点啊 你就这么理解吧 相当于国内的旺达吧 当时它的这个布局啊 逛起来的舒适度啊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很干净 然后现在人也很少 这个什么呢 就是各种的电啊 都在打折这样子啊 都是打五折啊 什么什么的 这是什么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啊 也是打折 哎 这边还有衬衫 那边的衬衫的话 就是199泰铢 4块钱一件的衣服 这样子哦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 看看有什么 好玩好看的东西呢 我们看这商场里面啊 也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啊 因为是春节了啊 恭喜发财啊 这样的什么东西 因为泰国 他们也是有生肖属相的 他们也有 牛年啊 什么都是有的 在韩国也有 不仅仅就是我们特有的 还挺好看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一边 啊 这边经常呢 就是我们那边走过来以前 就是大家那边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布置店啊 什么的化妆品店 可以看到这些 衣服啊 都在打折 70%的话就是说打三折 这样子啊 里面的衣服什么的 现在买还是挺划算的啊 这边的游客行人啊 也没有 哎 我看到这里 到处都是新年快乐啊 我们看这商场的地啊 其实非常的干净 这点真的非常的不错 你看这种 阿姨什么的卫生间啊 也是一样的 非常的干净 你只要进去 她出来了 阿姨就进去打扫了 我们看这里有一家这种化妆品店 里面有人吗 里面只有一个人 这里化妆品还 大家应该可能来买过啊 什么牌子的都有 价格打折的时候还可以 天这个是什么 哎他就是关门了吗 不是关门 他只能从一个路口进去 要扫毛进去 应该测量体温 这边是卖鞋子的 全都是sale sale 全都是在打折 这个也是在打折 这是打四折的意思 逛的人也没什么 然后这边就是最进来 如果是从轻轨那边进来的话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美食一条街吧 就是商场里面经常会有这个 他这商场很大 这边可能是美食街 另外一边可能是一个音乐会 这样子都有可能 你看他就是经常有一些活动 做出来吸引大家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也是 没有什么人 人很少 他这个商场设计的其实挺巧妙的 那一边然后这边这样的一个走廊 又通过来这样子啊 所以我每次会来这边逛的时候 都会迷路最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要打开那个地图啊 看看我现在在哪里了 这边的话 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搞清楚 是什么情况啊 哎 这里为什么有人在排队 这里有人在排队 好像是星巴克 好像在排队星巴克 我的天啊 在这边区的话 就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有什么咖啡厅啊 就是这种公共的咖啡厅 也很多就是 星巴克的话 它就是在店面里面嘛 像这种公开式的这样的咖啡厅 也是有很多 而且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 就你惯累了 然后坐下休息休息啊 手机充火电啊 都是非常可以的 我现在又上来了几层啊 然后一上来就有这样子 木制品啊 还挺漂亮的 这种是 勺子哦 有价格吗 哇好贵啊 二百十五猪 这么一个要四块钱 但是挺好看的 因为这商场也比较高档一点 所以卖东西价格好像也贵一点 哎 这种地方的话就非常好 非常人性化的地方 这地方就是 免费的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休息啊 然后在这边 看书啊 做作业啊 因为有些年轻人会来这里补习啊 或者是什么的啊 还有免费的店 哎 这个还有水 都有擦头可以擦很舒服 哎 我上次来好像没有见到过哎 哇 这个也很棒 哎 这里可以直接通到上面一层 就可以坐在这里休息 看书都可以 很宽敞哎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所以我也很惊奇很惊艳 哎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地底层啊 那里是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哎 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层 然后上面还有 因为泰国它有什么G啊 N啊什么层的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究竟在哪一层 那边还有很多这种咖啡啊 什么做来可以休息的公共区域 这还有一家星巴克 三区楼好像有两家星巴克 进来一家咖啡厅啊 点了一杯咖啡 点了一杯美式 还挺漂亮的 哎 现做的呀 哎 现做的我还第一次看见他这里做 他家星巴克是 这样 开放式的 环境还是挺好的啊 但是没有人了 这小哥哥帮我做 这是怎么做的 哎 它是热水喷出来的吗 已经好了 看 看看 已经好了 坐到外面吃吧 那刚刚逛的逛的也逛的挺累了 然后呢 就刚去点了一杯星巴克嘛 在那一杯咖啡 在那一杯的话 也就一百十株啊 就是二十二块钱左右 然后坐在外面里面有 这外面更宽敞一点 就有这样的一个沙发 因为里面又有空调嘛 我怕那空气的流动 好了 那这就是这个Santral World 这样的现在一个情况啊 相信大家来过泰国旅游啊 都会去玩 对不对 然后下次大家来的话呢 也可以来玩一玩啊 好啦 如果说你有什么好奇的 有什么关系的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意见哦 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加收藏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